在本章我们会正式踏入Blender动画的世界 虽然动画制作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庞大的一个领域 在初学的阶段我们无法一口吃腾一个大胖子 但是我们可以每一块蛋糕能够咬那么一小口 尝一尝是什么味道 好不好啃 本章我们会做一个20秒的长径小动画 比较小看这20秒 它会涉及7个为了Blender动画中最重要的7个部分 虽然很多内容 我只是点到为止 但是我点出来这些基础支持都是以后你去深化和提升的方向 另外想提醒大家一下做动画是一个需要反复调试的过程 它不难但是需要你有一点点的耐心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做动画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时间轴是什么 在Blender的初始界面在下面这个地方你把它拉开 这个就是时间轴 我把这个小方块删掉 新建一个球体 右键平滑着色 我可以切换到这个实图着色模式 大家观察一下这个时间轴 你看它这边有1到250 这个不是秒 这个是帧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小打印机 然后这边可以设置你的帧数 它这边默认是24帧 代表1秒是24张图 24帧基本上也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了 下面是帧范围 你可以通过这个70帧和结束点 来设置你这个动画想要做多长 比如说你想做10秒 那就是24乘以10 24 实际轴这边它会自动变过来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改 比如说改成120是一样的 跟咱们在这个修处属性里面改是一样的 滑动滚能可以放缩这个实际轴 然后按照鼠标中间就可以移动这个位置 跟键模式做出操作一样 那上面有一排按钮 你点最右边的这个是直接到最后一针 点左边这个是到第一针 这个三角是正向播放 然后按下这个停止按钮停下来 或者你按一下空格键也可以 左边这个三角是倒放 然后按空格键停止再按一下 它继续播放 好时间90操作 咱们先讲这么多 我们来看看怎么打关键针 我们按下1小键盘的1切换到正式图 好首先打关键针怎么打 你可以右键 然后到这边选择插入关键针 或者你点击快捷键i 这边就会选出来一大排 就是你在物体模式下 你可以打关键针的一些选项 在这里我们选择位置 然后你会发现在第一针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黄色的标记 代表它打了一个位置的关键针 同时在变换这边的位置 的xyz都把球变黄色了 好我们把关键针移动到24针 也就是一秒的地方 然后结果还是给它做成240秒 长一点 好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球挪动一个位置 然后gx把它往这边挪一下 你会发现没有 那x的地方从绿变黄 然后yz因为它没有变黄 还是绿的 我们在这边i 再给它打一个位置的关键针 好那这样呢 它在24针的位置也被记住下来了 好我们回到第一针 然后你按一下空壳键播放 那这个球球会自动运动起来 好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动画了 我们把手标移动到最左边 然后像这样点一下 这边会出现一个汇总 我们把它展开 就可以看到每个物体的所有关键针了 我们给这个球体改个名哈 那实际球这边呢 你会自动改过来 你可以展开这个object transform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xyz三个的位置的关键针 y跟z的这个桌标准呢 它是有一条黄色的线连着的 代表呢 这两个关键针 中间y跟z之间没有变化 这个每个关键针都是可以移动的 你点一下它就可以移动了 也可以这样框选哈 选中这边所有的关键针 按下g也可以移动哈 右键撤销 好我们选中这两排关键针哈 然后你可以按一下s 对这个关键针进去缩放 它缩放的位置呢 就是在你当前这个南线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当前关键针 你把它移到第一针 然后s 它就以第一针为那个坐标准去缩放 这跟我们建模的时候用的g和s是一样的啊 虽然看起来这边有一排关键针呢 实际上它是都是展开的哈 一层层展开的 实际上你只是在给它位置上打了一个关键针而已 好你可以把它缩起来 这样看起来没有那么乱 好你可以点击第一针 然后shift d 然后这边就复制了一个关键针 你可以把它移动到这里 那这个时候你按着空格键播放 这个球就可以在这边来回移动了 好我们可以选择24针的这个点 然后我们shift d复制一个放到这里 那这个时候你按着那个空格呢 它就这样来回像这样移动了两次 好你可以点击x把这一针给删掉 其实不光是位置可以做动画 缩放啊旋软都可以做动画 我们给它做一个缩放的动画吧 好我们回到第一针 在第一针位置上i 选择缩放 那你看这个时候呢 syz的缩放就被记录下来了 它现在是1 说明没有错放 我们把它移到24针 然后s把它放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按下i 然后选择缩放 就可以打关键针了 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你把手标移到这个缩放这个位置哈 就是这边的位置 然后点一下i 它会自动给这三个地方打个关键针 好这个时候我们回到第一针开始播放呢 它就会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动画 好你可以选择就是缩放这边的xyz shift 点击这xyz 然后shiftd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复制一个 然后落到这个50针 大概48针这个地方哈 然后像这样 那它就是这样 来回的这样变小变大 其实不光是位置哈 所有在blender里面可以改参数的地方 几乎都是可以打关键针的 比如说材质 我们选择这个材质一点 给加一个材质哈 你看这边有个基础色 好你把手标移动到这个基础色的上方 你不用在这边选哈 不用点进去就是把手标放在这个颜色的上方 然后点一下爱 它就会自动给你添加一个颜色的关键针 你把这个展开 你看这边呢 这RGBA 你看这四个通道呢 都被打上了一个关键针 好把这些打开的选项都给合上 这样看起来干净一点哈 好我们给它加一个材质的一个变化哈 现在第一针它是白色的哈 我们把这个蓝线呢 一到咱们这个24针的地方 也就一秒的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给它基础色改个颜色 比如说可以改一个红色 好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手标放在这个红色上面点一下爱 它就能打个关键针 或者你点一下这个小方块 它会自动打个关键针 我们按着空格播放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从白到红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转变 然后我们移到48针 然后再给它换一个颜色哈 你可以把手标放在这个黄色上面哈 爱一下 它会自动打上关键针 所以自动化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你只要记住这个顺序就好了 首先先移动到你想打关键针的位置 然后改参数 然后再打关键针 然后你这个动作才能被记住 在Blender里面 通过10.9打关键针做动化是最最基础的 有很多种方式哈 比如说你点击这里 然后这边你看动画里面有5个窗口的选项 这边有什么动画摄影表呀 时间线呀 曲线编辑器呀 这些都是辅助你以后做动画 做更复杂的动画用的 那本套课不会讲那么详细 我们只会用到时间轴和这个曲线编辑器 有的时候我们会嫌弃这边关键针太多了 密密麻麻的 你可以把游戏不用的给删掉 比如说这边有Y位置跟Z位置 如果你保证后面都不用这个两个位置的关键针的话 你可以点击 比如说单独的这个Y位置X删掉 然后这个Z呢通道呢 你可以把它X删掉 有时候你会嫌弃现在这样做动画的方式有点麻烦 比如说你要先移动到一个新的关键针 然后再去移动位置或者其他参数 然后再打关键针 这样是有点慢哈 这个时候有一个另外的方法 你可以点击这个小圆点 就这个这个叫动作记录按钮 然后它被打开的时候呢 移动到一个关键针 然后这个时候移动它会自动给你添加关键针 好你看比如说我再把它移动一下移动到这里 它会自动给你添加关键针 就不需要你再去一针针打了 这是可以自动帮你记录这个小黄球这个轨迹 你还可以改动它的这个任何一个参数 比如说把这个颜色变下变成一个蓝色 你看这个颜色的部分呢 它也会帮你记录下来 就是你到任何一个新位置 你只要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这个参数的变动呢 它都会帮你记下来 好这俩太密了哈 把它移动到这边 好就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到一个新的关键针 你改变任何一个参数 然后它都会自动记录下来 比如说G 我把它移动到这边 它就会给你打上这个新的位置的关键针 这个在以后你做复杂动画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哈 但是我觉得你做一些简单动画的话 你还是一个个自己打吧 这样的话你会比较清晰一点 这要调哪里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改成一个绿色 好就动画呢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回到第一针 按下空格键播放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小鱼点给关掉啊 好这个时候你播放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做了一个 小游在发风的一个动画 好你知道这个大概的个动画 操作的步骤跟概念就行了 我们把这些关键针全部框选住 然后把它删掉 好在blender里面 你可以单独 AltG给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啊 那在blender里面 你可以单独就某一个方位 比如说想在这个X轴方向打关键针 你就右键在X上面打这个右键 然后插入单向关键针 它就只在X轴这边打了关键针 我们移动到了第40帧 按下I I的话就是三个位置全部都打了啊 好我这边筷子做一个简单的小动画 给他讲一下曲线编辑器有什么用啊 就是这个你不需要做 你就看一下曲线编辑器是什么作用就好了 等会我们还会洗脚 好做好之后呢 把它回到第一帧 然后按下空格键播放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球几乎没有什么加速度 就看的比较死吧 那如果你要调这个动画怎么办 我怎么去调曲线呢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曲线编辑器了 好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 把它切换到曲线编辑器的窗口 那这边就是刚才你打的所有关键针的曲线 我们随便选一条就是X方向的这根线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根线呢每根线的点呢都有这种控制轴 然后你可以通过控制这个控制杆呢 去调这个曲线 然后让它达到一个加速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想让球从0到38帧的这个时候呢 让它稍微快一点有个加速 我可以通到这个杆 你可以按着Ctrl它会产生一个吸附哈 让你这个线拉的比较平一点 还有这边这个点你可以点击它 然后控制杆呢 让它这个斜率稍微大一点 然后这个点呢 我也把它这个斜率稍微调一下 你发现它这个坡度越陡 然后它的速度越快 好我们播放看一下啊 加快变慢 到这边加快 对吧 它就这样有一个加速度 好这个就是曲线的用法啊 后面我们用到具体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的去演示一下 我们切换到时间线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基础的部分 就是你知道怎么去打关键帧 怎么通过调这个曲线 去更改它的速度就可以了 好 这边我再讲一个题外话哈 就是刚才在打这个关键帧的时候呢 我让大家把这个帧率呢 设成一个双数也就是偶数哈 这是为什么呢 有时候把这个设成25 25多少算啊 2秒就是50 4秒就是100 这个对我数学太有好了的嘛 好我们在第一帧的时候 给它插入一个位置的关键帧 然后我们把它摟到25帧 也就是1秒的地方了 然后我们再把给这个方块 给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i再给它插一个位置的关键帧 然后我们再给它摟到大概50帧的样子 然后呢 再把这个方块移到这个位置 i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再到100帧 然后方块摟个位置 i打一个关键帧 好这样呢 我们有个简单的一个动画 这个球就像这样 先到左再到上 然后再到下 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我这个时候呢 我说哎你这个动画太慢了 我要把它速度提高一倍 那怎么办呢 我要把这个这个速放一下 对不对 好我们选出最后关键帧 然后点这个按钮回到第一帧 然后S 这个时候速放呢 我们把它 我把这个100帧弄到第50帧 就好了不就好了吗 对吧 看我多聪明 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以前的100帧变成了50帧 以前的50帧变成25帧 那以前的25帧就比较尴尬了 你看它 它没法到12.5 它就只能到13帧上面 那这个就不是完全的在这个帧中间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在你控制一些很有精度的动画的时候 你在这种速放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帧 没法对齐 好这只是一个小经验分享给大家 就是你尽量用偶数吧 哪怕24帧不好算 你也用偶数 好这个呢就是本节课 我们要讲的基础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做一个场景 就是那个树叶打开的场景 就用到我们基础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准备 看不可ent 看不ifen